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佳佳 贾斯丁 今天是2019年12月27号 今天是礼拜五咯 再撑过一天的上班或者是上课 就可以好好休息咯 那今天你的运势会是如何呢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咯 前面有中间左边右边三张牌 中间左边右边三张牌 你直觉的选出一张牌 我们赶快来帮你看你的运势 那我们就先开牌中间的部分 中间的是教皇牌 在今天呢 你无论你的课业或者是你的工作 会受到高层主管的加持 或是学校教授老师的帮助 或者是权威人士的帮助 能够帮助你完成你现在目前的卡关点 或者是课业 让你度过目前阶段性的难关 那这个人他会加持你 他是一个有力的人士 有能力的人 以及他愿意帮你护航 这是中间牌的部分 左边牌的部分呢 是艺术牌 如果你现在有正在卡关的东西呢 或者你急遇待解决的东西 的事情 你从既有的规则 既有的想法跟经验 可能没有办法去突破 所以呢 你必须找到全新你不了解的元素 也许跟别人求助 或者是你从你已经想到的地方以外的 的可能性去找 先放弃掉 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件事情 你才有可能会去找到 你想要的方案哦 这是左边牌的部分 右边牌的部分啊 你今天可能会有 获得一笔小财哦 或者是你会完成 切算性的任务 但是呢 这个阶段性的任务 你必须要取得 两个极端的因素 比如说日跟夜 你可能要从早上也要做 晚上也要做 才能获得到你想要的成果 或者是你要去取得正反两派的意见 两方的同时都要支持 才能达到你的结果 所以你要达到这样的结果 要说简单不简单 要说难也不难 你就是同时要获得两把钥匙 才能获得你目前局需克服的难关 以及获得你当前的利益哦 那这是右边牌的部分 那今天解读的运势就到这边 如果这几天的解读运势 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你订阅加加贾斯汀的频道哦 让你更有把握度过每一天